为主任 为老师 主任 各位老师 各位学员 志工 大家晚安 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 我如何进入到长生学这一块 还有我在长生学这一段时间 我的一些经历 我有三个姐姐 她们都是上完长生学高级班的 她们在新竹 我娘家在新竹 我是住废员 我嫁到高雄来这样子 那我三个姐姐 她们我二姐 她是一直在新竹的一个调整 在服务大家这样子 然后她们也把我的妈妈 就是我妈妈已经八十几岁了 也带去上完高级班这样子 然后她就说 你高雄最远啊 身体很不好 常听到你在那边咳咳咳 然后就说 听到可爱很多谈这样子 你应该要去学 我是一个很TK的人啊 很贴词 我就想说 什么长生学啊 什么 爽魂在哪里 就会对身体有什么帮助 我都不太相信 可是我姐一直刚才跟我讲 她说她一些经理 自己的姐姐当然相信啊 所以我就去了 她就帮我抱 我们在大概102年的时候 五六月的时候 我上了初中级班 那时候我刚刚跳槽到一个安置机构 所以安置机构就是 带了安置一些小朋友 那小朋友是零到两岁的小朋友 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 因为某种原因就是没有帮我照顾他们 所以就是由我们来照顾他们 就是等待有缘人来领养他们这样子 那些有缘人可能是 爱心的人应该是一些 没有办法生育的不应症的患者 在他们进到我们机构的时候 到被领养出去这段时间 是我们在照顾的 那我是照顾留到10个月的小朋友 我照顾了8个 然后是作业班 那因为那些小朋友是因为没有父亲嘛 父母亲 所以他们感觉特别安分 特别的有认分 他们很快的大概3个多月 很多就会翻身了 就是从躺着就是直接翻身这样子 最慢也是5个月就会翻身 可是有一个他是8个月最大的很胖 他就可能是因为早产的马有点磁牌 他到8个月还不会翻身 所以这颈子就是很硬 抱起来的时候 的时候颈子是硬的 这样子我想说 我刚刚学完长生学中级班 因为老师有讲过 我们一学完初中级班 我们就是有能量的嘛 我就可以 我是不是可以帮他调整呢 因为我上班我也没有办法说就是一直手指出来帮他调整 所以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小朋友要喝奶喝奶的时候通常都让他们自己喝 会拿会握奶瓶的让他们自己握 不会的就是躺着在那胸前的地方放棉被那个奶瓶就插着让他自己吸 可是这位小朋友8个月小朋友叫小华 我坚持我一定要亲自抱着喂他 我相信我的身体有能量 我的手有能量 我就每天他只要喝奶时间我都是抱着他 还有啊我就是半夜的时候 因为小朋友都喝完奶喝完一轮都睡着了 我自己也要赶快抢时间赶快休息一下 因为只有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还有我有很有精神的身体 我才有办法好好的照顾他们 所以我就在那个我们那个照顾区的地上有个软垫在那边休息 小朋友都是躺在睡觉是在婴儿床嘛 我就把那个小华抱到我的身边 然后我跟他放在我的大腿的旁边侧边那边 然后我的手就很自然的放在他的头上 7号就这样子很自然的一直到我睡着 我是不是睡着 我手有没有放松有没有放开我不知道 我就就是这样子经过了 每天就这样子跟他调整 然后经过了大概一个半月以后 因为早上天亮的时候 我是上夜班啊天亮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们扒到床下 那个地板上软垫上 让他们持有活动 会翻身了会翻身 会爬了让他们去爬 那小华他是都不会 他只是躺在那边 手舞足蹈一直在动这样子 那声音像猫一样稀稀的 这么大块头很可怜 就是稀稀的这样子 然后我突然看到他一翻身 一翻身看到他怎么翻身了耶 我没有跟他 我是当他躺着 他怎么翻身了 而且他是 他的手是压在那个身体下面 几乎是每个会翻身的小朋友 第一次都是这样 他没有力量把他的手伸出来 所以他是压在那边的 那时候非常感动 非常的激动 因为小华会翻身了 在我的班会翻身了 所以我就赶快在交接班 交接班的上面说 小华会翻身了 他截了镜头说 超棒的 然后这个讯息啊 整个高层 整个上面的都看到了 大家都在注意说 小华会翻身这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 可是经过一个礼拜 没有一个班 任何一个人看到他会翻身 那我们组长就来了 他说 你刚刚那天说会翻身是真的吗 我说 我没有看到他在翻身的过程 可是他是真的翻过去的 真的趴在那边 我就想说 小华快翻身了 不要说我在骗人家 可是那天 那天一七天的 晚上我来接班的时候 中班的告诉我说 小华会翻身了 而且翻了两次 就确定了 就是千真万确的确定了 他真的是会翻身的 整个机构都非常高兴 因为小华会翻身 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一个跨出一大步 所以今天小华会翻身 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调整 还是说他真的会翻身 时间到了很 他本人会翻身 我知道 可是我知道 我伸出手了 因为老师他说 我就是伸出手就对了 就是 手伸出来做就对了 就是这样子 还要再讲一个 当时也是在同样的时间 发生的事情 就是那时候 我下班的时候 就是我要去牵我的摩托车 不小心被找搬来的 那个机车排油管 烫到我的小腿 小腿 然后我哀叫一声 第一个感觉本来就是 冲到厕所去的冲水 因为我要赶快降噩嘛 非常痛 然后我知道 有一个就是冲 冲 冲 冲多泡盖送 然后我去浴室 去厕所看到我的伤口 我一看 哇糟糕 没有皮了 皮包跑要起来 皮是淋在那个排油管上面去 我现在也不能冲水啊 冲水因为没有皮 所以可能会就会 感染 发炎 所以我就回家去 那时候我是穿着裙子 回家去了 在路上我看到一家诊所 他们也是有在做那个外伤处理 我去那边包扎 包扎回家的时候 进到家门 我才发现 我没有办法走路 因为一拉扯的时候 这是非常的痛 我这是一拐一拐的走进去 还送了我 上楼是一急一急的 慢慢的上去 一搏一搏的上去 然后我就睡觉了 上夜半下来 下班要睡觉了 然后乔一个姿势 让自己普通的姿势 然后躺下去 那时候我就发现 诶 我有去学长生学 我刚刚不替自己调整一下 然后就开始用自己调整 站起来 一手放在我的头底 然后一手放在胸部这里 不是不是胸部 就是换部 刹部上面 稍微碰到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 调整大概二三十分钟 我就睡 睡觉睡着了 然后半个小时 不是 三个小时我醒过来 醒过来就直接跳下来 我发现 我怎么不痛的 我怎么这样没有伤口 忘记了 有一个伤口在那边 真的不痛了 所以我只要摔我的脚 扭动我的脚都不会痛 然后我再调整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下方我回去医院去换纱布 换那个换药 就是揣打 因为我知道 等下撕那个胶带的时候 应该死痛了 揣打大概知道了 就很怕着等这样子 然后他那个会是跟我撕胶带的时候 撕着胶带起来 把纱布拿起来 还有里面有一块黄色的 黄状的药布也夹起来 然后把那个原本昨天上的药 把它洗干净 再重新上药贴纱布 贴脚带 整个过程没有痛到 真的是没有痛到 而且我伤口是很漂亮的 平稳的 就这样子 然后再下来五天 我没有时间去换药了 就这样子 经过五天 我觉得我的伤口应该好了 我自己就慢慢跟他打开 打开以后 我发现真的好了 很漂亮 到现在这个伤口 没有色素的沉淀 没有任何不平稳 就好像这个地方 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一个没有皮的伤口 我经过五天 经过我的调整 OK 真的是好了 所以我相信 伸出手来做就对了 能调整自己 然后像 已经我也是在一直在 荣种在 就是 帮病患调整 现在 因为我的老师 这辆病老师 去年不幸就过失了 所以我最近 比较忙也没有去的 希望我还有机会 还是过年以后 还会再回去 帮大家调整 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你带回来